哈喽宝子们好久没有更新同胞分享啦 今天是两款小同胞 一款是这个给小草神配的一款这个相机包 然后这个挂件是当时积分兑换的那个小讯兽嘛 然后配这个包包也很可爱 本来是想挂那个神之眼的 但是神之眼有点沉嘛 所以说就换成了这个 然后它这个包包是这种这种方形的 很适合那种喜欢方方正正的宝子 然后还很适合小食量的 就是扎的那个小草神的一个小同胞 就是也没有怎么过多的设计 就是随便扎了一下 然后这个用的是小草神的利牌 和之前积分兑换换来一个小草和音卡 还有很久之前的一个兰纳罗的满赠 但是扎包的时候可以保证没有注意一下 它这个自身边边框框可能会遮挡一些 而且还有它自带的那个扎板的话 它自带的那个扎板是那种 那种相机聚焦的那种 其实也很可爱 然后就这样子 一款就是这个给莱欧斯利的一个 莉惠巴基配的这个小同胞嘛 因为我之前也发过一期 那个莱欧斯利的一些同胞的整理 然后突然发现就是 没有给莉惠巴基扎那种同胞嘛 所以说这回正好给它补上了 然后这个的话正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 唯一就是它如果把这个骷髅头 能想办法换成那个梅罗比德宝的三通犬的标志 我感觉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但是也无所谓啊 这样子这个风格其实也很好 我看中它的哪一点 其实就是它自身的这个红色布料 它这个红色布料 感觉就是和那个莱欧斯利这个 莉惠巴基里面的这个红色部分 感觉就很般配嘛 然后同时配上这个PVA巴基的小挂件 也感觉也很适合 这个包包的话就是它容量其实很小的 就特别适合像咱这样子的小十量的宝子 然后后续还会发现更适合的包包的话 就是还会继续更新的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拜拜